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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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写指尖黏了眉头的双花 写沧桑 未抱思念的马 写面唱 情话 投射了天涯 带我去笑笑红尘醉一下 写那句再见 让你害怕 写下路 让相逢不能拔 写月的缺乏 长速在我踏 写风沙 吹成棉花 若遗憾是遗憾 若故事没说完 回头看 梨花已落千山 我只想听过 你说的喜欢 深情 只好欠探 把你拔过走了 又是庄主 他们在干什么呀 傅庄主说要重新翻种和堂 我们几个收拾一下 傅庄主还说 庄主的生辰就要到了 他想送这个给您做生辰贺礼 我来啦 又来啦 什么叫又来了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有吗 当然有啊 你忘了 三日前此时我来寻你 你应成为要给我讲我爹娘的事情啊 是有这么回事啊 我可是庄主 静不思回报 连许我的事情都敢忘记啊 我以为你还有一点时间准备嘛 为什么要做准备啊 毕竟 这是你亲生父母的事 整日以泪洗面 对敌人并无功效 说得好 那好吧 走吧 我的列庄主 去哪儿啊 封院 封院 是 庄主 庄主 公子 庄主 公子 傅庄主人呢 傅庄主去瀑布练功了 你们先退下吧 别怕 别怕 下去吧 是 当年你父母 就是在这屋里相继自杀的 在这里 列明镜让湛峰住在这儿 无非就是想让暗夜罗相信 湛峰才是你父母亲唯一的孩子 而列明镜也相信 冥冥之中你父母亲 会替他守住 他唯一的独生子 然后战缝 也是在这里一步一步误会跌倒 在这里一步 这里的陈设 比当年的还要简陋 战缝从小就是这样 不喜欢花儿不识的东西 当年你娘的卧榻就在这儿 这里 就是你娘梳洗打扮的地方 你娘梳洗打扮的地方 你认识我爹娘吗 在他们死之前 我到的时候 只见到刚出生的你 你娘她已经自尽了 她用这把簪子 刺伤了阿耶罗 当年我封印你三年 又带走了这把簪子 如今你知道了真相 我便把它还给你 你娘梳洗打扮 你娘梳洗打扮 子暂怨气太重 已然成凶器了 答应我 非他万不得已不要使用它 我跟我娘长得像吗 我跟我娘长得像吗 听列明镜说过 你和你娘长得一模一样 但你娘气质柔弱 像林河的芦苇 而你 就像湍流下的磐石 虽然五官相似 但不会有人将你们混淆 如果我娘柔弱 那她绝对不会有勇气 去刺伤暗叶罗 还有自己 想必 柔弱是她的外表吧 有那么几分道理 来 当心 暗叶罗 应该也会有什么弱点吧 暗叶罗不是人 他是魔 人和魔有什么区别呢 人有喜怒哀乐 魔只有残忍跟冷酷 少了正常人的情绪 他自然也没有什么弱点 可是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弱点 你有什么弱点吗 你明知道我的弱点就是你啊 所以暗叶罗也有她的弱点 所以暗叶罗也有她的弱点 好吧 接近真相了 你让我猜 暗叶罗是如何入魔的呢 因为一个女人 一个女人 我娘 没错 就是你娘 暗叶鸣 一个她深爱却永远得不到的女人 可是这怎么会呢 不是我娘亲手把她带大的吗 在暗叶罗的心中 只有喜欢跟想要的 她不存在道德束缚 和你娘不一样 你娘虽然温柔婉约 可是在这一点上面 从未跟暗叶罗妥协过 于是 发生了这个悲剧 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我可以假扮成我娘 杀了安耶罗 不行 当然可以啊 我去找 曾经侍奉过我娘的婢女 然后学习我娘的穿衣打扮 还有说话的方式 短短学个数十日 你以为可以骗得了她 但这个方式一定没错 我就不信你没想过 我不想要你冒险 这不是冒险 不管是杀父世母的大仇 还是为了天下和江湖 我一定要杀了安耶罗 我不是去送死 我不怕 爹 娘 女儿一定会为你们报仇 为江湖 除掉安和宫 杀了安耶罗 杀了安耶罗 好 喝点吧 你不恨我 我昔日在平花楼折磨你 今朝在我道场将你复去 她死同倭寇 我的家人 就是因为倭寇死绝的 我却怀了她的骨肉 三小姐 滚开 凤凰 你怎么了 是谁上的她 这奴婢也不知道 不要动 这井里连着钩子 连着肉 我找人帮你解开 在这里谁能替你的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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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小姐 是谁把她绑到这儿的 是我大哥 是 我去找她 三小姐 城主吩咐我 这是她的女人 绑在这儿 是她的人 别人问起来 只管这么说 城主还吩咐了 若是三小姐 要去说情的话 就不用去了 你等着 我去 我去 你 恐怕 更不合适吧 刀武侠 把凤凰放了 你说什么 我说把凤凰放了 她是自愿跟我回来的 和你有什么关系 她过去是我的女人 一日是 一生都有关系 烈香 听听 这就是你选的夫婿 哥 把凤凰放了吧 你是不是傻了 她在替别的女人求情 你竟然还在帮她说话 是凤凰先跟了她 青楼女子恩客如云 谈什么先后 大哥 住口 雷敬虹 昨日你为了一个霹雳门的弟子 和我作对 今日 又为了一个风尘女子和我翻脸 你这个样子 让我怎么放心把妹妹交给你 好 好 我求你 将凤凰放了 求我 再说一遍 我求你 将凤凰放了 刀成主 很好 我现在有些心软了 但是还不够 你还要怎样 跪下 奉我为主 大哥 你 不同意就算了 女人嘛 情趣而已 我求你 把凤凰放了 刀成主 你 云 现在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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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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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青鸿呢 李青鸿呢 过几日就是我和他成亲的日子 他打心底里不认同这门婚事 可那天却为了你 贵了我哥 你心里难受 对 那你还为我疗伤 他看着你 我跟他 没关系 什么意思 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 他 看不上我 你是因为我救了 是他救了我 不是你 再说 以我的性情 他如真是我男人 我能让给你 他从未负你 他从未负你 到脸像 好了吗 好了 你先别进来 他还没穿衣服 好 我大哥要我们完婚后 才肯放凤凰离开五道城 今日我情非得已 我明白 你明白 好了 不多说了 如果你担心凤凰的安危 就让他在完婚之前 住在我们的房间 反正他也受着伤 我好替他疗伤 烈香 谢谢你 老婆婆 这位就是庄主 老奴 叩见庄主 老婆婆 老婆婆 哪怕我是庄主 你也不用行这么大的礼的 庄主啊 当年 是你娘救了我 真是好人多磨难哪 婆婆我 想报恩 都没机会了 婆婆您不是庄里的婢女 不是 我们进屋再说 走 庄里党主 公子请放心 寻找老婆婆这件事 全是由我一人亲自操办 绝无第二个人插手 好 老婆婆快请坐 奴婢是来伺候庄主的 庄主没坐 我哪能坐呀 老婆婆 您是我请回来 给我讲我娘的事情的 就不用伺候我了 来 快坐 谢谢 庄主 你想问什么 你就问吧 在这个庄里面啊 没有谁 比我更了解你娘的事了 好 婆婆 要不这样 我呀 先帮你梳一个 你娘最喜欢的发剂 怎么样 好啊 还差个钻子 钻子 您看这个像吗 像 像 来 庄主 我给你插上 好 太像了 真漂亮 如此一来 你呀 就有你娘的六分神韵了 婆婆 我娘素日里最喜欢 穿什么颜色的衣裳 她呀 跟你一样 红色 是啊 你娘她说 跟你爹初次相遇的时候 她穿的也是大红色的 她还说 她这一辈子 她最幸福的时刻 就是新婚之夜 明儿 放在在喜宴上 跟列大哥喝酒 我就在想 这就真的将你娶回来了 做梦一样 只要你不嫌弃我的出身就好 毕竟正邪不两立 我是暗和宫的人 而你是天下人尊敬的大英雄 英雄 让列大哥去做 我如今 一心隐姓没名 一心待你踏实过日子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 才要退隐江湖 不 是为了我们 是为了我们 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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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主今日好不一样啊 是啊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有什么改变 别出声 你要做什么 再找一个机会 让战风与你决裂 回去暗和空 你 你你你这样和这件事情有关吗 有关 你我情投意合 战风阴度生恨 暗夜楼会信吗 会 好 我听你的 可是 是 我们 人常说天涯地 脚步步有穷是 既然想让人看 何不把门打开 让人看得更清楚一些 你不怕羞啊 怕什么 啊 要如何做 一个定过亲的人 怎么反倒来问我 该如何做出恩爱的模样 我那个时候也没什么特别的 来 跟我走 别做飞了生死 便做飞了生死 飞鸿跨雪坠日天白丝 同佳然而知 爱是指尖上月的词 为我心心念念几个字 前情人不知 是 你是骗我的吧 骗你什么 你想让战风去安和宫 你交代他便是了 这里是烈火山庄 又不是安和宫 我们做出一副恩爱的模样 给谁看啊 现在才回神啊 晚了 有情红来了 有情红来了 师父 哥旁边 有情 叫师娘 师娘 尹雪 别闹了 你才别闹了 师父 师娘 徒儿 就不打扰你们了 我 你回来了 你从炼宫房回来 嗯 听说你最近宫里大增 是 恭喜你 爹说得没错 你是所有徒弟当中资质最高的 你今日的妆容 进去再说吧 银雪都和你说了 是 这次你一进去就是入虎穴 为了爹 为了你爹 要问问小心 奇迹不可轻举妄动 好 这次 你又要被误解了 抱歉 针锋 过去爹受的误解比我要多 保重 这是断雷庄一案的罪证 夜市结果 人证物证都在里面 这些证人可还在 都安全吗 目前都还安全 除了我和我的两个心腹之外 其他无人知晓 太好了 有这就可以让刀无侠复发了 你是何时收集的 谢小枫死后 你一直都在暗中收集 本想先夺了山庄 再拔下天下五斗城 替断雷庄喜庆愿曲 爹要是看到这些 您放心 这些证据我一定会好好收着 等到武林大会之时 定会让刀无侠复发 好 银雪说的话 你都要记住 等我们的消息 四季行动 何堂仇心再重了 应该明年 就能看到何华 就能看到何华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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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庄主 这些何时能中完 明后两日 何时能看到何华 这得要明年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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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庄主 走 这 这 这 副庄主这是 你看他这是 副庄主这是心里不痛快吧 庄主和那位公子走得那么近 怪我 我也不痛快 庄主啊 你娘笑的时候 是这样吧 对对 笑 笑吗 婆婆 笑 你来啦 还我哥儿来 我可不喜欢你现在这个样子 婆婆 你看他 人家练了好久呢 多像啊 婆婆都说像 是很像 我再看看 我自幼都用鞭子 从来没有用过剑 如果你要教我的话 可能会费点工夫 没关系 对你 我有的是耐心 你还真是什么都会啊 连我娘的剑法你都会 你娘学的这套剑法 是暗和宫前公主所传授 我这一套 用得比那老头还厉害 所以啊 跟我学的时候别太上心 免得超越你娘也麻烦 夜郎自大 看好了 看好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娘啊 她一手带大了暗夜罗 而且对她的感情不错 还时常讲起过去的事情 可是那魔头 胆子可真大呀 她带着你娘到暗和宫的墓地里去 墓殿 应该说是帝宫 暗和宫历任的公主 她的灵位还有尸骨都在里面 你去过那里吗 凡是去过的人都选择自尽在里面了 她就这么带我娘过去 不怕有人发现吗 不会吧 你娘她没说起呀 不过她是说暗夜罗是个不怕死的人 她指着那个桌子上的灵位跟她说 以后他们俩的牌位也会放在桌子上 受香火的供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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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過的 什么 副庄主和公子 他们在哪儿 就在后山 庄主 你快去吧 住手 我可以不杀你 但你绝对不可以 留在这里 你们在做什么 问他 公子是爹的世骄 你怎可同他动手 你干什么 我和刀裂香已经合理 你为何要和他在一起 你放手 我和你自小就有婚约在身 先秦是我的错 我求你原谅我 我们俩不可能 你放手 你疯了吗 我 我枉不定你 展锋 我是看在我爹的眼面上 才留住你的 请你自重 展锋 有话好好说 不要意气用事 你看看你 从小就是脾气 你说你留下我 是以为列明镜的眼眠 是 戈儿 我和你之间 何须如此借口 确实不需要任何借口 自你和一浪一起害死我爹起 我们就已经恩断义绝了 庄主 你说他和一浪联手 我在天下英雄面前为你保住了性命 你竟然还不知足 你竟然还不知足 你究竟要放到什么时候 丫头 你给我说清楚了 林伯伯 此事千真万确 你 你 你个畜生 不可 丫头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护着她 丫头 就算我再恨她 我也不会杀她 因为我爹最疼爱她 可她是杀害老庄主的帮凶啊 你走吧 就算我不杀你 难保他们不会杀你 庄主 我 真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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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令下去 战风主动请赐副庄主之外 离开山庄 从今往后 战风其人与猎后山庄再无瓜葛 这次你一进去就是入虎血 为了爹 为了你爹 要万万小心 切记不可轻举妄动 按和内功的全部心法 都已传授给你 战风 牢记我的话 无论发生什么事 都不要分心动情 你唯一要做的 就是苦练心法 等待给安逸陆 致命一击的机会 什么不许 学我用手挡箭 不想开玩笑 眼下没心情 难过 我只是有点担心战士兄 暗夜罗虽然生性多疑 可在他心中 战风依旧是暗夜明 在这个世界上仅有的血脉 定不会下杀手 希望战士兄此去能平安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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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儿回来了 舅舅 你不是为了列如歌 不要舅舅了 我要 哦 要什么 我要列如歌 这并不难 你是这世上我唯一的亲人 你想要的我都会给你 这世上除了你和你娘 任何背叛我的人都会死 而你和你娘是我唯一的软肋 以后你听我的 列如歌就是你的 是 好了 好好休息吧 舅舅 作词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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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つ Maps Not entrepreneurial 依 井 水